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呈专机7月6日飞敌北京 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在机场 耶伦受到中国财政部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尼克伯恩斯的欢迎 这次访问被认为是要修复中美之间因安全 科技和其他领域的分歧造成的紧张关系 财政部表示耶伦将与中国官员美国企业人士会面 美中虽然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而且两国经贸关系相当密切 但是双方眼下似乎都把国家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在耶伦抵达北京之前 美国联合日本和荷兰 进一步实施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而北京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 宣布对制造芯片至关重要的加合者 这两种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此前曾表示 耶伦访华将强调于北京在气候变化 大流行并预防以及债务危机等方面合作的必要性 耶伦也将向中方表明 美国并不寻求将两国经济脱钩 而是要保留通过有目标的行动维护人权和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权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实施一系列新规 可能因此与这个规模达5.5万亿美元的行业中的巨头发生冲突 SEC计划于7月12日召开会议确定相关的规则变动 其目的是防止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时出现的类似的资金外流 2021年12月刚刚提出时 SEC的计划立即引来了行业的反对 该方案包括实施摇摆定价要求 批评人士称这可能令基金价格更高 降低其吸引力 而下周即将披露的最终规定可能与此不同 如果按照2021年12月提出的方案通过 新规将会将基金必须持有的现金和其他可快速变现资产的比例 提高至隔夜流动性的25%和单周流动性的50% 取消基金收取赎回费用的能力 或若流动性资产跌破特定门槛暂时予以限制 要求机构优质和免税基金使用波动定价机制 称这迫使赎回的持有人承担撤出资本的代价 如果利率变为负值 要求政府基金变为浮动净资产价值 美国国税局估计 2019纳税年度约有15亿美元退税款迄今无人认领 约150万人有资格申请这一大笔尚未被领取的退税款项 平均退税中位数约893美元 国税局希望纳税人迅速采取行动 在7月17日截至日期前领取退税以免错失机会 与此同时国税局警告大家注意 避免沦为新一轮退税骗局受害者 国税局表示诈骗者正通过特殊信件 电邮和短信诈骗国人 诈骗者寄出的信件上有国税局标志和虚假联络电话号码 要求受害者提供手机号码 银行账号信息 社会安全号码等 大家看到此类信件应立即提高警觉 因为那就是假冒国税局诈骗的危险信号 国税局指出这些假冒信件往往措辞笨拙 文法不佳 信中可能写到 全案需交给备案代理 由对方协助提交为申领财产申报国税局强调 他们会透过邮政服务递送普通邮件与纳税人联系 但绝不会以电邮 短信或透过社群媒体与纳税人联系 7月6日推出泰坦尼克号残海观光业务的公司海洋之门 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 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营 但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其公司运营的泰坦号潜水器搭载5名乘客 原定于6月18日下潜至北大西洋海域水下3800多米处 以考察泰坦尼克号沉船残海 但开始下潜后约1小时45分钟失联 经大批救援人员搜寻数日后 美国海岸警卫队于6月22日宣布 确认泰坦号在水下解体 特征符合灾难性内报 5名乘客全部遇难 海洋之门曾在2021年和2022年 两次带领游客参观泰坦尼克号 每位乘客收费高达25万美元 但在事故后的几周内 人们开始质疑这艘潜水器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有媒体爆料称 用来制造潜水器的碳纤维 居然是过了保质期的材料 虽然已经宣布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活动 但该公司官网没有明显变化 网页上仍然以设备和探险的影像为特色 以及对探险活动的一些描述